大家好,我是文睿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韩国社会的物价和韩国人的工资 然后据此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韩国人的生活水平 以前我曾经谈过这两部分内容 但那个时候我是把工资和物价分开谈的 所以很多朋友也提出很多意见 说你这么谈我们怎么看呢 看不准确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韩国社会的房 就是物价也好工资也好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把以前的那两个视频的删掉了 今天我就用最新的数据 然后把这两部分一起谈一下 这样大家可能看得能更清楚一点吧 首先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 就是韩国法律规定的最低时薪 这个最低时薪的这两年的变化很大 到了今年2018年 这个最低时薪已经涨幅到了 一个小时7530韩币 一个小时7530韩币 就相当于人民币大概50块吧 然后新台币的话呢 250块这个水平 OK 那我一个小时挣了7530韩币 我能做点什么呢 在韩国呢 看一场电影呢 大概是8000 8000韩币 当然了 你不能去看那个3D 或者4D那样的电影 那是很贵的 就一般的电影 8000 8000韩币 然后你去麦当劳 吃一个套餐 大概从6000到9000不等吧 7500块呢 也能吃一个还算不错的套餐 薯条 汉堡加可乐 这样的情形 然后呢 去星巴克喝咖啡的话呢 美式咖啡一杯大概4000左右吧 差不多能买两杯美式咖啡 整体上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一个小时 它能有什么样的购买力 应该 你知道这些数据呢 你可能对韩国的 收入啊 和支出 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吧 然后 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呢 就是韩国人的平均年薪 平均年薪 这个平均年薪呢 它不是说把所有的韩国人都平均进来 因为有很多老人的孩子 学生他是不赚钱的 把这部分刨出去 还把一些很多个体户 自体营业者 刨出去 最后剩下大概1500万到2000万这个规模吧 就这些人 拿工资这些人 拿年薪这些人 他们的平均年薪 有多少呢 是最新数据是 我也凑个整啊 3400万韩币 3400万韩币 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呢 就是20万 新台币的话呢 就是100万 这样一个规模 但是呢 这个平均年薪3400万 就是大家应该能清楚 在这个平均年薪以上的人 肯定是这个比这个平均年薪以下的人要多 所以下面呢 我再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数据 叫中卫年薪 中卫年薪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2000万人来排排名 正好排到第一千万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 他的年薪是多少呢 是2500万韩币 2500万韩币 相当于人民币大概 大概15万吧 新台币75万这个规模 OK 那我一年 比如说按照平均年薪来算好 我一年能挣3400万的话呢 这些钱能买到什么呢 我们来看三个商品 第一个商品是手机 手机 在韩国呢 旗舰机 比如三星的也好 苹果的也好 往年数据平均来看的话 大约就是100万 100万一台 可能苹果的能稍微贵一点 最近三星出的Note8呢 也很贵 但是平均来看了 就100万 也就是说我干一年 挣那些钱能买34台 三星的旗舰 就这么个规模 然后第二个商品呢 就是汽车 汽车的话呢 在韩国有一个国民汽车 就是现代公司的索纳塔 这个车 这个车的比较好的配置 比如说你能花3000万的话呢 你就能买一个很好的配置的 这个索纳塔的汽车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水平 就是我平均3400万 拿出3000万呢 可以买一个很好的 这个中型的索纳塔的 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汽车 一般中产呢 很多中产都坐这台车 开这台车 这样一个规模 在韩国现在汽车是 整体来讲 我觉得还比较便宜吧 一个家庭里面 有两台三台车的情况 也是非常多 就是汽车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房产 房产 以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为例 我居住这个城市 离首尔不远 算是一个二线城市吧 我这个城市的房价水平 在韩国 虽然中等 稍微偏上一点点吧 在我这个城市的房子呢 当然也不完全一样 平均来看的话呢 新房子 新的 上品房 然后装修过的 韩国房子都是装修以后再卖 装修过的 100平米的话呢 大概3个亿 100平大概3亿韩币 相当于人民币不到200万 180万这个水平吧 也就是说 一平米呢 18000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了 然后 那有很多人可能 更关系首尔的房价 首尔的房价的话 也是称之不齐 东南西北也不一样 可能离北韩近的 可能价钱能便宜点 反正不一样 然后我们把目光投向首尔的富人区 江南这个位置 他的房价 大概能有多少呢 同样是100平米 我刚才讲了 我在这儿呢 大概是3个亿对吧 到首尔江南翻5倍 能达到15个亿 15个亿 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一平米 大概就是 比这翻5倍 大概能达到10万人民币吧 10万人民币 这样一个水平 就是最贵的那面 我讲的也都是平均的水平 供大家参考 然后房子呢 过去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 就是在韩国统计的 前100个大企业的 前100个大企业的员工的平均工资 能达到多少呢 5500万韩币 平均工资 5500万韩币 折承人民币呢 就是30万左右吧 说如果你能挣到这个价位呢 就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收入 就比较充裕了 能挣到这个价位 然后再往上看一个数据 如果说你一年能挣到这个 韩币 7000万左右 7000万左右 这个呢 你就基本占到了这个 挣工资人的里面的前10%了 7000万 就相当于人民币40万左右吧 我都大致算了 就是能占到钱10%左右 什么样的人能挣到这个钱呢 比如像企业的部长一级的 或者是大学的教授 医生 当然医生教授 他们的工资也是不太平均 就基本整体来看吧 大家有一个概念就行 因为像医生有的这么多 有的生的也少 教授也是一样的 不好的学校的教授收入也是很低的 平均水平看是这个情形 如果你在往上走 你说我一年年薪能达到一个亿韩币 现在人民币60万呗 这个就是很高的工资了 在韩国的话呢 挣工资人的当中的话呢 也大概只有不到50万的人吧 能收入达到这个水平 40多万 挣到一个亿 比如在首尔在各个地方 你可以买很好的房子 然后买很好的车 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形 大家都看到了吧 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啊 包括收入 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呢 你比如说像一般的家庭的话呢 两个人工作的话 我觉得因为两个人工作的情形呢 也是比较多了 两个人工作的话 一个一年一起能拿 挣到5000万到6000万的 这个我觉得不难 在韩国社会 两口子一块工作的话 如果他们两个人挣到 比如在我这个城市 挣到了5000万 两个人 那刚才我讲的房子是三个亿嘛 新的商品房 100平里的 那对这样的家庭来讲 想买那个房子呢 虽然有一定压力哈 但是不是说特别难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周围的韩国人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两个人一起工作 然后买一个还算可以的公寓 基本上两个人呢 都一人有一台车 然后呢 还经常能够去到外面 周末去外面吃饭啊 然后到国外旅游啊 这样的情形很多 但是呢 你说韩国社会的话呢 它什么时候 什么情形呢 会感觉生活比较有压力呢 就是在 生孩子以后 因为韩国人生孩子吧 一般他都是生两胎 要么就不生 但是要么生两胎或者三胎 我看到独生子的情况有 但是不多 如果你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呢 一般母亲的话呢 就要在家照顾孩子嘛 这样的话 你不仅收入大减 而且还有两个新增 要吃饭的这个人嘛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丈夫压力就很大 家庭呢 就显得就开始就比较接据了 这还不算 尤其是这个两个孩子啊 长大要去大学的时候 高中大学这个费用就很高了 大学学费 这就是我要谈的下面一些内容 大学学费的话呢 大概是从 因为它根据学校的位置 首尔还是地方 文科还是理科 或者是它是私立学校 还是国立大学 它都不一样价格 一般这个跨度是从 韩币700万到1500万之间吧 这个跨度 当然还有 也有个别的一些其他情况 更便宜的或者更贵的 这个我就不谈了 像我 以前在首尔的汉洋大学 读博士嘛 工科的博士 是首尔的 私立的 工科 这就是比较贵的 比较高的学费 大概一年的话 1300 但现在可能更高了 当然可能学艺术类的 学艺的可能就更高 这个我就不单独讲了 基本是这么一个规模 所以说 如果你的家庭有两个孩子 哪怕是一个上大学 一年的学费 咱就按1000万算 加上生活费 加上其他的费用 那这个家庭 比如挣6000万 可能就要把 只有三分之一 要投资到这个孩子身上 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呢 那这个费用就非常 非常那个 可观了 所以家庭就会感觉到很结局 有的时候 有朋友问我 说 说韩国人吃不起牛肉 这个事是真假的 这个呢 你说吃不起牛肉 你说比如说 就一个人 刚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的话呢 能挣多少钱 一般去大企业 就能挣到 年薪3800万吧 中小企业的话 能达到 2400万这个样子 2000出头 比如说去 就算挣3000万 大学毕业 3000万哈 你说吃牛肉 那是很简单的 一个月能赚300万吗 对吧 两三百万 吃一顿牛肉 自己一个人吃 也就是 你吃个五万 就吃得挺好 挺好 那这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呢 什么情况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 这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然后呢 母亲可能不工作 就仗着自己工作 一个月 他可能就算是 往多了说 这样500万 刨去这个水电 嘎子 七七八八 全都刨掉 对吧 然后孩子去补习班的费用 全都刨掉 可能400万就没了 就剩下的100万 他还要存 你说你拿出这100万 四个人出去吃一顿牛肉 怎么着 也得吃个15万 20万吧 那这个 对一个韩国家庭来讲 他就是 他就得考虑考虑 是不是要处于吃绿顿饭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显得比较结局了 所以说呢 其实本身 韩国的牛肉价格呢 是贵 但是不是说承担不起 但是针对不同的家庭 出在不同的时期的情况之下 他是需要考量的 不是说所有的韩国人 都吃不起牛肉 大致吧 大家看到了 我就是把物价呀 跟这个 公司一起谈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 这个物价属 比如说像交通费 坐地铁的话呢 就是1300 坐公共汽车也是1300 起步嘛 这相当于人民币8块吧 这个样子 油价 柴油汽油 平均算 一升也是1300 也是8块 人民币算 就这个水平 然后 坐出租车的话呢 起步价 首尔地方都不太一样吧 平均来看 大致来看就3000 3000块 3000块 相当于人民币 16、7块 这个起步价 就这么一个程度 然后手机费用的话呢 你买一部新的旗舰机 然后呢 两年分期付款 然后要最好的套餐 就是最好的手机 两年分期付款 最好的套餐 就是那种 没有限制的那种 流量不限的那种套餐 拿下来的话呢 大概一个月 韩币的话 8、9万 人民币500左右吧 也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说呢 我整体上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韩国人的消费啊 和他的支出啊 和他的收入啊 当然你要问我那个柴米油盐 酱醋茶啊 什么猪肉牛肉的费用 这个我还 不是特别清楚吧 我也没调查 我觉得可能看我视频的人 不一定 也可能不太关心这些东西 大米多少钱一斤 白面多少钱一斤 但是我基本上把握 那个价格不是很贵 豆油啊 白大米啊 白面呢 猪肉不是很贵 而且你要能赶得去 打特价的时候呢 还真挺便宜 这个呢 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总之吧 韩国人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 自己的感受 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结局 因为韩国人他们 经常想要买最好的汽车 拿最好的手机 住好的公寓 然后每年还要去出国旅游啊 玩啊 我的那些学生们总出去玩 意大利啊 西班牙啊 澳大利亚啊 日本美国总出去玩 对吧 然后呢 当然这钱花得多 他就感觉到很拮据 他就希望自己钱更多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不够花 所以觉得自己没有钱 但是从旁边客观来看的话呢 应该还是不错的 如果自己能够努力工作 然后自己来能够算计算计花的话呢 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吧 因为现在在全球的这个 大企业的年薪统计的话呢 韩国人的这个平均年薪吧 还是挺靠前的 现在韩国人的整个的这个平均GDP呢 也达到将近三万美金吧 总之吧 凡事嘛都有一个相对嘛 是吧 你的满足程度 还有你的收入 是吧 你的消费方式等等 都决定了你对自己生活现状的这个满意 还是不满意 我说的这一期呢 也都是一个平均大概的参数了 大家自己来自己参照一下 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好 这期今天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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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